香港保护儿童会成立在1926年 是全港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慈善机构之一 为初生直到16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 本会致力与社会人士携手向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照顾 关怀及教育服务 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保护儿童及倡导其福祉 每日受惠的儿童及其家人约3000人 香港保护儿童会现在有27个服务单位 当中包括5间婴儿园及17间幼儿学校 为初生至6岁儿童提供教育及照顾服务 也有专为有严重家庭问题的幼儿 提供24小时住院服务的同乐居 为回应单亲家庭 新来港家庭及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香港保护儿童会的两间儿童及家庭服务中心 为有需要儿童及家长 提供及早识别及介入儿童在学习 心理、健康、情绪、社交及管教需要 被提供一系列支援及预防服务 中心亦为小众族裔家庭提供服务 致力协助他们融入社会及推动种族共用 此外本会亦关顾怀疑及确诊有发展障碍儿童的需要 因此成立儿童启迪中心 为儿童、家长及老师提供一系列的专业服务保护 同时代表了保障及守护儿童发展的权利 为所有孩子创造健康、愉快和安全的成长环境 本会自三十年代已经开始为香港的家庭服务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家庭的三代人 如何受惠于香港保护儿童会 有一次下午煮好一些饭 想着拿出店铺给我先生吃 吃完饭回去听到两个人哭 这不是办法的 后来有个街坊就说 不是,我知道高阶有间托儿所 叫做保护儿童会是托儿的 那些姑娘当然是专业、很有心机、很有爱心 无意间我和我妈妈聊天 我说为什么这个章好像似曾相识 我这个标志就是当年在托儿所的标志 原来除了我小朋友 原来我小时候都是在保护儿童协会上长大的 以前幼稚圈可能纯粹是一些教材 可能都是玩玩玩具 现在学校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辅助 就像小朋友学习 我觉得这方面是进步了 保护儿童会 给他们三个都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 由于儿童的需要日益复杂 家庭亦需要更多支援 才可以支持儿童健康地成长 所以我们成立了儿童及家庭服务中心 及儿童启迪中心 更全面关顾儿童需要 我们不如听下以下的家庭 如何受惠于香港保护儿童会的服务 我有个五十日孙女 她叫了婷婷 因为她小时候父母就没有理她 我接手就抽她 一直这么大 发觉她原来是发展比较迟活 到了入学的年龄 去到很多学校都不收 就来了波兰加鱿鱼学校 校长就当特别案子就收了她 在一个学校的亲子的那些港座 我就主动联络那个社工 那个社工了解了情形之后 就给她去了游戏治疗 儿童启迪中心 她就有个叫做教育心理学家 和我的孙女评估 看看她有哪一方面的需要 之后我就去到保育儿童会 那个儿童合家庭服务中心那里 参加了社交小组 情绪小组 接着社工就教我 怎样去和她相处 她情绪波动的时候 你叫她去一边坐 在那些冷静灯上 冷静一下 如果做得好的 就吸个印仔下去 吸完五个印仔 可能给她一份小的礼物 婷婷现在已经五岁了 见她各方面都有进步 个人又定了很多 我希望她一直发落成长 从以上的故事可见 及早识别孩子的特殊学习需要 并及早介入 对小孩的健康成长 是有莫大的帮助 儿童及家庭服务中心 除了支援儿童的成长及发展 对照顾者也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们一起听下以下的故事分享 当初女儿去老爷的时候 就送了她去大陆 直到她三岁的时候 她生到来香港 对香港的环境、住宿、生活 各三年都很不适应 再加上我自己的身体 又不是多好 对患有肌肉萎缩 所以对照女儿 感觉到很力得从心 直到她小学的时候 她就出现了一些行为上的问题 我们在2007年成为儿童及家庭 做活中心的会员 那帮女儿提供了很多副活动 亦帮女儿参加了游戏资料 通过一年的游戏资料 她已经改善了很多 她已经不需要再继续副活动了 我想最难忘的应该是滴水城河的计划 就是亲子活动 很少这个机会 跟妈妈一起去不同的地方玩 在中心里参加了这些活动 就令到我自己有很多的改变 包括可能在性格上 就由本身很久 去变得好动了和活阔了 我就觉得在这里的社工 就好像不仅仅一个社工 甚至好像一个亲人 他很关心我 而我们除了服务本地家庭之外 更将服务推及少数族裔家庭 为他们带来适切的支援 我来自苹果典 所以我来自苹果典 从2005年来自苹果典 我来自苹果典 我来自苹果典 很漂亮 我去任何事 我每个人都在这些问题 我来自苹果典 在2005年来自苹果典 especially when we moved into government home 這裡 comes out whole香港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hildren the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 center when we went there the first time we joined us 裡 came very good oh I stay on that time when friends talk to me whatever I'm thinking they give us the extra the extra 教授录州的 учил的教會 其中一個教訓 在外教授录州的教授 因為我們看著他們的教授 我們也知道他們教授录州的教授 我覺得是Late教授 聞講字 �幟 〖 rinse Know 乖 ≤ 乖 有 乖 rows or trata同你 其中文王 明不分開 t datos 以上 現場 證明 已經 請 科技 今 我 意見 每 在这里参加功夫班 这里女士是很好 除了以上复和的对象之外 让我们又了解一下香港保护儿童会 如何关顾未能在家生活的幼儿 同乐居是一个24小时的住宿服务 我们会有不同的团队 有专业的幼儿工作员、社工、护士 一起服务这些小朋友 期间我们也会安排不同的 比如亲子活动或者是亲戚的培训 让家长可以认识如何照顾小朋友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24小时都在这里住宿 变成他们对外面的环境是比较密身一些 我们也会安排 如果同时去放了工 可以让他们用自己的时间 带小朋友出去外面 这一个爱多一点的计划 也真的帮到很多小朋友 让他们经历不同的生活经验 让他们对人有一个信任 我觉得同乐居这里的小朋友 是更加需要多些人的关顾和爱惜的 我又爱他 他又爱我 大家互相支持的 这个工作我都持续了十几年了 香港保护儿童会 都给到很多新心灵的照顾他们 我每次就会和他们玩游戏 唱歌 讲故事 我都是用了平常心对着 好似自己的子女女 去和他们相似 其实每一个小朋友 会给到我很多难忘的片段 比如你说感受 我找过一个小朋友 每次姑娘 找他出来探房室的时候 他来远就会走过来 抱着他又会说 帕朗姨姨 我很喜欢你 这些就是我在这个义工工作里 得到的满足和温暖 我们会在九十年前 已经是以支援幼儿健康成长 做这个服务的重点 由于小孩的问题 日益复杂 我们是以及早识别及早介入 做我们重要的策略 我们会加强家长教育和公众教育 希望父母能够成为小孩 健康成长的重大支援 也都令小孩有好的发展基础 我希望所有的船长和各界人士 都支持我们 让香港每一个小孩都能够start strong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 来形容香港保护儿童会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乐园 开心的童年 会有一个很全面的机构 一个温暖和大家庭 很温暖 学到很多东西 可以吃很多朋友 他们会关顾员工 爱惜小孩 我觉得他们很尽心尽力 还有很有爱心